台灣時尚最壯觀的國慶煙火 10月10號在台東北南西出海口施放 2萬6千發的煙火 也吸引了數十萬遊客 湧入台東市觀賞這難得的表演 但是當地富山里石川部落阿美族人卻抱怨 警方封鎖部落周邊道路 當地族人要去水停工作都受到了限制 里長強調道路管制 居民根本無法出門欣賞煙火 由於部落與自行基地距離僅相隔三百公尺 竹人幾十年來被迫忍受軍機騎降噪音 卻只換來一台冷氣機補償 94年到現在都沒有在補助了 很少用 怕電位會太貴 噪音已經造成我們這邊很多的老人家 都耳聾啊 有的是會造成憂鬱症 因為長期受到干擾 很多年輕人也不願意住在村莊了 國慶煙火創造了台東觀光產職 卻犧牲了13部落居民生活品質 里長表示 由於長年忍受軍機騎降噪音 10月中旬將與族人情自北上向中央陳情 要求政府重視部落權益 還給族人一個安靜的生活品質 記者文章 台東市才有報導 specifically方式就做明顯示 見摧莊 責園